美国主要卫生官员以敦促白宫推迟原定于本月晚些时候推出的新冠疫苗加强症计划,并指出他们需要更多时间来收集和审查所有必要数据。 美国FDA代理局长珍妮特·伍德考克和美国CDC主任瓦伦斯基9月2日警告称,监管机构目前只能为辉瑞新冠疫苗的接种者推荐加强注射。 延迟的原因之一是监管机构需要更多时间来确定莫德纳新冠疫苗加强针的适当剂量。 与此同时,强生公司也尚未提供其他一些数据。 白宫发言人克里斯·米格9月3日称,他们会遵循科学,政府正在等待加强针的全面审查和批准,以及CDC的建议。 全球计算机芯片短缺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迫使汽车制造商暂时关闭工厂。 通用汽车9月3日宣布将在未来两周内暂停其15家北美装备厂中的8家的生产, 其中包括两家生产该公司最畅销雪佛兰的Severado皮卡的工厂。 福特将停止在堪萨斯城装培厂生产皮卡,位于密歇根州的Dierborn和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拉的另外两家卡车工厂将减少生产班次。 此次停产将家具全美经销商手中的汽车、卡车和SUV的供应短缺,这已将价格推至创纪录水平。 无党派智库加州公共政策研究所9月2日举行罢免州长纽森论坛。 该研究所总裁兼执行长巴尔·达萨雷表示, 最近的民调显示,可能投票的选民中支持罢免的没有达到多数。 这项在8月20日至8月29日期间对1706名加州人进行的民调显示。 58%拟投票的选民计划对第一个问题,纽森是否应被召回投反对票,而只有39%的人计划投赞成票。 民调还发现,电台主持人拉里·埃尔德在罢免选票的第二个问题, 即如果纽森被罢免,哪位候选人应该取代他上占优势? 他获得了26%的支持率。 据CBSLA报道,加州高速公路巡警CHP9月2日表示, 在劳动节长周末期间,警察将会密切关注DUI酒驾的司机。 CHP局长阿曼达雷指出,最大警力执法时间将从周五下午6点01分开始, 一直持续到周一晚上11点59分。 CHP称,在2020年劳动节最大警力执法期间, 900多人因在受酒精或药物等因素影响下驾驶而被逮捕。 那个周末,全州有46人死于车祸,其中很多人没有寄安全带。 如果您怀疑有人在DUI,应立即拨打911。 9月3日,日本首相菅义伟在自民党临时干部会议上表示, 将不会参加自民党总裁选举,确定将卸任首相一职。 会后,菅义伟表示,自己成为首相这一年, 以新冠疫情对策为主,竭尽全力采取了措施。 新冠疫情对策和总裁选举的选举活动需要非常大的能量, 无法兼顾。由于日本近期新冠疫情形势严峻, 日本民众对菅义伟内阁的不满愈发强烈。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菅义伟内阁支持率跌至25.8%, 再次刷新他就任首相以来,其支持率的历史最低点。 围绕自民党总裁选举,前政务调查会长岸田文雄和前总务大臣高氏早苗, 已表明有意出马。 自民党将加紧选出继任的新总裁。 中国市场监管总局9月2日发布新修订的 《限制商品过渡包装要求,食品和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 将于2023年9月1日起实施,为企业和市场设置了两年过渡期。 新标准涵盖31类食品,16类化妆品,包括茶叶、酒类、糕点、保健食品等。 目前,企业为追求高额利润,过度包装已经远远超出了包装本身的基本功能, 将包装成本附加到消费者身上,既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又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新标准严格限定了包装层数要求,修改了包装空吸率限量要求及计算方法, 增加了外包装体积检测、判定规则和不同商品的必要空间系数。 对于将初始包装体积做大,增加其他商品等情形,今后将无法逃避监管。